当开放外国观光客自由行 只要打满三季 或是出示PCR阴性的证明 入境可免签证免隔离 但搭机前要记得下载两款APP 才能顺利入境 另外2022年 日本最有魅力的都市排名出炉了 带您快来看哪些城市最受欢迎 日本11号期开放自由行 外国旅客只要打满三季 入境不用签证也不用隔离 但想去日本一定要下载两款APP 搬机抵达日本六小时之前 就要使用MySOS登陆入境个人资料 上传三季疫苗接种证明或PCR阴性报告 另一款COCOA定位系统 能确认是否接触到确诊者 如果你登记了MySOS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出示你的护照 和APP给它看就行了 日本边境大解封哪个城市最受欢迎 今年最新出炉的排行榜 第一名由北海道拿下 梦幻冰雪国度成功获得高人气 连续十四年蝉蝶宝座 第二名京都凭借千年以上古都历史 满满神社佛寺都是观光客必须朝圣的景点 美丽海岛冲绳则名列第三 碧海蓝天珊瑚礁和沙滩打造独特的大自然魅力 美景当前全球哈日族适事待发 不过摊开日本任何的疫苗名单却不见高端 台湾民众如果有任一剂打了高端 就得寻找解透方案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出镜前72小时内进行PCR 但检测一次要花3500左右 还没出国完就得先喷钱 如果接种三剂疫苗只有一剂是高端 第四剂选择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就能满足日本要求 至于前三剂中有两剂打高端 不只第四剂要打其他品牌 还得等三个月再打其他品牌的第五剂 不想让荷包大失血就只能花时间再等等 记者综合报道